连续多起问题油事件重创了鼎星的信誉 甚至千类食品本业以外的四大投资案 包括了台湾之星电信4G业务 购买中加案以及开发三重土地的连带案 现在都传出可能受阻 鼎星遭到全民灭顶 四大投资案也难以为继 包括台北101经营权 台湾之光并中加520亿连带案 政府喊咖 三重土地开发案也受到影响 就连刚刚开台的4G 持股台湾之星10%的 政委集团郭台强坦言计划顺变 可能整个计划会顺变嘛 我不是主导 我们只是说刚好有机会投资吧 当然这个可能会调整我们的战略跟做法 台湾之星风光开台一个月 累积8万用户 眼看点心展开数位汇流版图 却率先赔掉企业诚信 中加案还没送NCC 先遭公股银行封杀520亿连带款 三重万平土地开发案连带180亿 银行团也要重新检讨 对于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社会职业道德的一个厂商 我就觉得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他失道的惩罚 那最主要还是 吸引他的这个诚信的部分 受到很大的质疑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大的 2009年鼎新回台发行康师傅TDR 还用跟台湾民众募来的 170亿资金大肆买房买地 炒高台湾房价 甚至吃下台北101约37%的股权 财政部也放话 绝不让鼎新拿下101主导权 未来在整个整个改选上面 这个整个公股事业都会非常努力去 积极去去维护这个公股该有的权益啊 抵制鼎新引发股牌效应 平面媒体传出 为挽救魏权60年老字号招牌 魏家有意抛售股权推出经营 行政院长江银化表示 为避免未家脱产 不排除扣押财产或冻结账户 让中下游说害厂商 不会求偿无门 新台台电视 曾一号林家伟张远田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